鄉親社團好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花時台語新聞十字 全金二次會特別報道 美國的總統川普 跟百姓的領導人金正恩 二月二七 二八兩天 在外人的後來會面 原本大家想說 英克林會來簽後來選演 打出到終結反正的第一步 想不到兩個人竟然是體財選會 這是全世界都很意外 到底有什麼兩個人的會面會來破局 這對美國跟中國的目一談判 還有什麼影響 台灣又會受到什麼樣的侃連累 我們做回來看 被認為將簽署的河內宣言 最後卻是戲劇性的破局 總統川普跟金正恩 兩位主角 川普跟金正恩 光不開心要笑 吃晚餐 如喊散步 但是什麼都想不到 結果竟然是順甘兵化 究竟發生什麼事 以後一百年六位 川普跟金正恩 在新加坡省頭三頭一齣會議 第一次川金會 雖然川金兩個人 簽署聯合生命 可以說是順利結束 這位生命的重點 包括美條上方 要建立好平歡迎的專心管理 條線半島建立好平穩定政管 規範派全美軍獎屬危害 還有都是條線半島無憑化 除了規範美軍獎屬危害 正是唯有做到的 能看出其他三點 用於保留很大的蓋水空間 特別是路是費用 感覺是困難重點 不然在第一次川金會前 為了可以做美條好改氣氛 就在國際媒體建政的 五條牽扯方啟禮 興趣中 這是無憑化基地 從頭到尾都是美條兩國 心臺最重要的 這個議題當然也無可避免的 比大前川金理會談判道 記者人目前正在越南首都河內的 那個國際媒體中心 現場已經陸續有不少各國媒體 來到現場進行準備明天的採訪報道 川金理會總是正式頂張 各國媒體 來到外國後來 要看這處到底問什麼 一般一會金正我們買的是美國該土經濟制裁 若是川普民對國內軍照 以及連接壓力 就由大聲貼身貫徒無憑化 該土和北韓的金融關係 作為自己的廣告政治 包含超部高級有20到60個的協物 把美國6千8百粒比起來 雖然是比不過 不過也會讓美國緊張不安 原本國風以及川金會 簽署所說的後來宣言 不過結果所完全倒閉 現場的記者都是非常地一陣有點像是驚慌 有點像是意料之外 原本大家預期說可能會在今天下午 來簽署核內宣言 20月中途我們頂的工廠五層時間 每天的雙彈沒到川金兩人 之後隨著北京的統帝川金理會 選擇提早結束 原本國界一切的共同選演 也沒有達成 這個最大的問題點就在於所謂 對朝鮮跟美國之間 從1950年以來接下了兩指以後 這個雙方已經沒有任何互信的基礎 你所提供的那DFization 就是無核化的這個設施的這個處理上面 並沒有涵擴到我們認為應該所有的東西 就算調整拜託無憑化算是美條 社會共同國標 但最大的問題是到底要怎麼擔心 美國要是完全不保險 有不可見的無憑化 北韓是希望一步一步起興 都是希望美國改度 對北韓的經濟制裁 但是對著 改度制裁真的無憑 也是一大問題 基本上他們想要採取制裁 在整體上的制裁 而我們不能這樣做 我們要求的是 全面的制裁解除 一部解除 民主、經濟和人民生活的 支障的項目 政府制裁 說是定調北韓的拿毫 給北韓緊帶不可能 馬上放棄協助這個保命 作為跟美國優勢勸力 控制的中央 讓川普立會以赴到結局受到 川普立會破局 是不是影響散播 美中沒有談判 川普立會或記者會上 好前往討論一些現場 中国如果你没有给我 我还是会给你执行下去 因为你看到我在北韩的态度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破局的结果 对于美中关系的谈判的一个影响 可能中国就会比较 更加的跟美国谈判 会有一些谨慎跟阴影 有时坚决有时等候 国际关系顺适万别 既然美国目前2万余人 定期到南韩既行温宴 对北韩试加压力 那是一天比较关系政策化 谈判半岛不再有战争 美国帝离一定会对第一都人 删上影响 先在都人中的台湾 不可能地形死活 但是这部而已也是专举 未来若是冤合国 改度对谈判制裁 真减为北韩第四大部 要回帮台湾 可以跟北韩有什么发展 会有无限的深層空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